人工輸入的,一直輸入直到它等於負一的情況下才去BREAK 那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我有一個成績,這個成績的話,假如英文成績 英文成績如果說已經輸入到某一個檔案,那我把它讀進來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我們模擬一下 也就在我的SRC上面 按右鍵 你先New一個,不是New Module,是New File 假如我們今天有一個檔案,這個檔案的話裡面 就是放英文的所有成績,英文成績的話,中間加豆點 第一個,按右鍵New一個File 名稱的話也許叫ENG 點TST OK,點TST加,副檔名一定要加 或者有的時候用CSV,反正不管 我們先一個存文字檔,按一個Finish 那你會發現呢 在根木屋底下 就會出現有一個eng.tsd的一個文字檔 那裡面的話就輸入乘7 大概輸入幾個就可以了 大概輸入,最後把它存檔 也是模擬 我現在有一個檔案 這個是教務處給我的檔案,裡面的話就是大家的成績都在裡面 OK 如果說我今天已經有一個檔案在這邊了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讀到串列裡面 做處理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第一個 先把它鍵起來,記得按右鍵New一個File 然後eng.tst 輸入成績 成績就這些了 OK 第二步的話呢,我們接下來 我想先把底下這些 程式先註解好了 因為我們要另外再寫一個古檔的程式 所以全選 Ctrl加 斜線 先讓它註解好了 那在第一行的地方 寫一個敘述 什麼敘述呢 開檔 那我要怎麼開啟那個檔案 其實在Python裡面 如果你要開檔,非常簡單 你就打一個F F的物件 等於什麼呢 在Python裡面有一個方法叫open Open有點像 你那個Israel裡面按下開啟做檔 然後 刮幅裡面的話 給他講 你幫我開個檔 名稱叫eng.tst OK 豆點 你要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 檔案的名稱 第二個參數是 你是要開檔的話 就加個r 那以後如果你要寫檔的話 就是什麼 對 就w OK 那另外多一個啦 就是如果你要寫檔 w是覆蓋模式 就比如說寫了 第一次寫 第2次再寫就蓋過去了 那如果說你要寫在下面的話 就是一直寫到下面 那 就要用什麼 隨便猜 對你怎麼知道 也類似 或append的模式 append 或者add模式也可以 有沒有 add 或者append append我們剛剛不是有append 就是那個 list裡面有append的方法 append的就是加到後面 有沒有一直加到後面的意思 所以如果以後 你看到r 那就是讀 讀取模式 w就是寫 但是複寫模式 如果是a的話 就是寫 但是不是複寫 是寫到把資料再寫到 那個 檔案的後面 也就一直串串串串 ok 所以a模式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說你要合併大量的 資料的話 就可以用a模式 你不用w模式 w模式就一直蓋 蓋到最後變成最後那一個而已 ok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 很好理解吧 也不用背 好 再來的話它會產生一個f物件 f 這個f名稱可以自己取的 如果習慣叫f f就是所謂的檔案物件 有沒有 它就幫我開起來了 放在那個檔案物件裡面 那我要怎麼把它讀出來 其實你可以再打一個s 等於什麼呢 f這個物件 它裡面有幾個方法 如果你要讀一行的話 因為它裡面只有一行 那你就是用什麼 它很直白 叫read life 小瓜糊 read life就是把它 那一行 讀進來 那你想說那老師以後呢 如果很多行 因為目前只有一行 如果說我有很多行的話呢 其實 跟各位講你可以把 這個read life改成什麼 realize 對 真的 realize 就是讀很多行 讀到沒有為止 比如說它的十行 它就十行讀進來 然後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另外還有一種模式 它不是把它當一行一行 它是全部讀的話 叫read read是把整個全部讀進來 所以如果讀取模式 總共分三種 一個是 用行的方式 realize 一行 如果讀很多行 那就realize 如果全部讀 不管是不是行 全部讀就read read跟realize 還有差別是說read讀進來的話 它會讀到 一個字串裡面 把它當文字 realize 它會把它當成串列 它一行 放在一個串列的位置 一行 放在第二個位置 第三行 放在第三個位置 可能差別在這裡 realize 讀過來的東西 會是放在串列裡面 OK 可能要 特別 注意一下 大概是這些 我們用readline 假設我用readline 最後大家print一下 print 那我們就程式寫完了 我們已經把那個資料讀進來 讀檔 在python裡面真的是超簡單的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把這個資料 讀進來 不過如果你把它改成read 全部讀進來 全部讀進來 print出來 看到一不一樣 其實也是一樣 有沒有 反正因為它現在 讀一行跟讀全部 道理是一樣的 OK 好 那可是問題來了 但問題啊 我現在這個資料是放在一個 字串裡面 就是一個文字 那如果我希望把它分開來的 中間加豆點 那如果是 在eSale裡面 都應該有用過的功能 叫資料剖析 有沒有 然後加豆點 它就幫你剖開來 放在不同的儲存格裡面 有沒有用過 其實我 有時候喜歡用這個eSale 為什麼eSale比較好解釋 有沒有 把這個資料貼過來 假設你放到這邊 如果你要把它分開 怎麼分開 資料沒有資料剖析 剖析的話呢 分隔符號 什麼符號 豆點 然後下一步 最後放哪裡 放在 b1裡面嗎 finish 有沒有發現 就幫你分開來 有沒有 但是問題來了 這個是在eSale裡面做的 但如果說我今天是要在 那個 Python裡面 那你可以想要知道 你變成說你需要有一個 串頁讓它放東西 有沒有 一個一個把它放進去 那你需要切割 切割的英文叫 Split 就一個方法 Split 所以如果同樣的方法 要在那個 Python裡面完成的話 第一個 你可能前面需要有一個 串列去接它 那個串列名稱也許我們要用scope好了 scope 接喔 那等一下 點 等於什麼呢 S S這個字串 它底下會有一個方法叫Split Split就是切割 刮糊 裡面你跟它講說 請你按照豆點幫我切割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幫你把 剛剛的這一串 豆點 全部切開來 放在scope裡面 那scope裡面會放什麼東西呢 scope裡面基本上 那就會是一個串列 所以把scope print出來 我看一下 這些 有沒有 它就幫我把它切開 應該分別呢 放到串列裡面 OK應該可以懂的邏輯吧 OK 那再來的話呢 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喔 其實 我們剛剛不是一個輸入成績就不用輸入了 直接讀進來比較好 然後面呢 其實就可以 把它分別做 裡面有幾個學生 總分是多少 還有什麼呢 平均是多少 最高最低都可以 可是有一個問題 還沒解決 哪個問題呢 讀進來的東西 怎麼樣 前後有單引號 意思就是說裡面的資料是什麼 裡面資料是文字 不過有同學問說 老師你不是一直都用雙引號嗎 那為什麼他用雙 你一直用雙引號 為什麼他裡面用單引號呢 其實跟各位講喔 在Python裡面喔 用雙引號 用單引號 都可以 OK 但是他裡面內部也許用單引號 不管 反正就是 文字的話呢 一定就是前後 單引或雙 但不能說 兩邊不同符號 單引就兩邊都單 雙兩邊都雙 OK 那我們還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你要把裡面的資料 把文字 轉換 成什麼呢 轉換成 數字 那你想說 轉換成數字不簡單嗎 之前老師不是教過嗎 把他怎麼樣 外面把一個什麼 INT 加一個什麼 Score 有沒有 像一個字串啊 我就把他轉 轉INT 對不對 應該可以 理解吧 但問題會成功 執行會怎麼樣 他說 你這個不對 為什麼不對 對 特別說INT這個函數 他一次只能轉一個東西 也就變數裡面你只能放個東西 但是你Score裡面放這麼多東西 他無法轉 所以你如果要轉的話 你必須怎麼樣 你要一個一個把他讀出來 一個一個的把他轉換 OK你不能說一次丟給他全部 你要變 你要把 這個 串列裡面的 一個一個的資料 先 取出 取出轉型之後 再 存回去 所以這部分的話 待會再看 請各位試一下 程式沒幾行 待會再看 如果要把這個串列裡面 所有的 資料 把它轉換成 數字的話 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第一個先產生一個 eng.tsd 第2的話 用這幾行 把它完成 試一下 最好用理解的 反正這些東西很常用到 而且真的字不多 你也許就是把它想像成 大概幾個步驟 我們 來這裡 我們 看一下 這幾個步驟